长寿花得了白粉病别着急 喷点这种水叶片变油绿 这个不黄叶不生虫 长寿花在这个生长过程中 经常会感染一些白粉病 一旦感染上白粉病以后 长寿花的这个枝叶就会迅速的枯萎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用不了几天长寿花呢就会枯萎 就会直接死亡掉 因为白粉病它的感染性 传播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经常呢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侵入到这个长寿花的根系了 所以呢在日常养护长寿花的时候 我们就要避免让它感染白粉病 一旦感染就要马上治疗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伤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种水 能够有效的防止白粉病 那么这个水呢就是 厨房里的辣椒大蒜肥皂 还有洗衣皂 我们呢找一个容器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辣椒 去给它切成肥沫碎沫状 再把大蒜切碎 肥皂 弄一些泡在水中 还有这个洗衣皂 都去给它泡在水中 这四样混合起来之后 用水啊去给它搅拌均匀 稀释一下 我们用这个水来喷洒长寿花的叶片 就能够有效的防止白粉病 也能够有效的防止小黑肥 其他的这个小肥虫 让这个长寿花呢 不招虫不黄叶 长势更旺盛 叶片肥厚 有光泽 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